那我們正式開始囉 OK好 各位嘉賓好 我柯宇瑞 今天感到很榮幸邀請陳宇倩巡官 來跟各位嘉賓介紹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AUKUS 對印太地區情勢影響的研究 那今天是20243月328 禮拜四也是民國113年的3月28號禮拜四 那今天陳宇倩巡官非常優秀 他是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研究所法學碩士 他曾經通過警察特考試等 相當於普考的 在警專畢業以後在保育幅度一段時間 後來考上我們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研究所 然後進修兩年拿到法學碩士 然後後來又考上警察特考三等 相當於高考高考的等級 奔發到內政部警政署 航空警察局安全檢查大隊 他也在外勤當過分隊長一段時間 然後現在在航空警察局安全檢查大隊 簡稱安大的大隊部服務這樣 他的職稱是巡官 我們之前有錄了幾個美國、英國、俄羅斯、中國、法國 還有法國、英法的、俄羅斯的 還有美國的 中共的核潛艦 然後也介紹過阿庫斯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整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有打算去投稿今年五月份 在南部舉辦的危機管理研討會 在那邊投稿 這個是我們準備投稿的全文 然後事先跟各位嘉賓分享 阿庫斯就是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然後對印太地區情勢的影響 好,以下就再拜託 那個以前巡官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那你可以開始了 好,謝謝老師 好,那今天這個主題是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阿庫斯對印太地區情勢影響的研究 那首先是摘要的部分 那本研究聚焦於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阿庫斯成立之後對印太地區影響的研究 我們研究方法採取文獻探討法 那說明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阿庫斯與印太地區戰略關聯性的探討 那並提出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第三,對印太地區情勢影響的評估 那我們提出了九點可能的影響 那第一點是引發美中核潛艦戰力的軍備競賽 第二點,對中共產生相當程度的軍事和阻力 第三點,衝擊國際法上之相關限核的條約 那第四點是可能會引發核武擴散 第五點,對海洋生態造成潛在性的巨大危害 那第六點,美國人繼續維持全球霸權的霸主的地位 第七點,會觸發歐盟提出印太戰略報告 第八點,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S 對維護台海安全的具有重大指標的意義 那第九點,更強化台灣與美國、英國、澳洲的日式同盟的合作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促進台灣與理念相近 國家的共同合作 那我們共同守護自由還有開放的紅薄的印太地區 那我這次提出的五個關鍵字 第一個是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S 那第二個是核子動力潛艦,Nuclear Submarine 那第三個關鍵字是區域霸權,Regional Hegemony 那第四個關鍵字是軍備競賽,Arms Race 那最後一個關鍵字是印太地區,Indo Pacific Region 好,那接下來說明前言的部分 那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S 在2021年9月15日由澳洲、英國還有美國正式宣布成立 那AQS的名稱取自三個國家英文名稱的自首組合而成 那我們中文又稱為奧庫斯聯盟 那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S主要的目標 是要協助澳洲建立一支擁有核子動力攻擊潛艦的專屬的艦隊 那使澳洲成為世界上少數擁有核子動力攻擊潛艦的一個國家 那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S的成立呢 也被視為是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戰略政策的一個新發展的方向 那目標在於加強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存在還有影響力 那還要確保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穩定 那繁榮還有自由 那美國也積極部署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優勢 那爭取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勢力 那他致力與盟友共同合作 那為世界各地的安全做出積極的貢獻 那促進一個自由開放 互助繁榮還有安全有韌性的印度太平洋地區 那台灣對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S呢 採取了保守但是是樂觀的態度 那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S 將替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提供一定程度的一個威懾力 那並維持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存在感 那具有制衡中國大陸的效果 那我們作者認為說同樣身處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台灣 那與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S的關係呢 更值得進一步的了解與探討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要說明的是AQS的實際的內涵 那我提出了三點的內涵 那第一點的內涵是 它建造了核子動力攻擊潛艦的一個計畫 那它這個AQS的主要目標是協助澳洲 那第二個內涵是有關軍事的合作 那AQS主要在促進澳洲、英國和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 那包括情報的共享、軍事的演習和技術的交流 那有助於加強還有建立更具有彈性的三邊供應鏈 那加強三國的工業基礎的準備 那在網界網路還有人工智慧、遠程打擊的能力還有等方面呢 進行合作 那特別是在安全的領域方面的潛艦、工業能力 還有海底作戰的一個效率的提升 那第三個它實際的內涵是地區的安全 那AQS的成立呢 被視為是美國在新印太戰略的一個部分 那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存在還有影響的能力 那希望透過加強澳洲的防禦能力呢 有助於維護印太地區的安全還有穩定 那我們作者認為說 AQS的實際內涵是在澳洲、英國還有美國之間 建立更加緊密的軍事外交合作方針 那還有三個國家遏止侵略的能力 那為印太地區還有全球的穩定做出奉獻 那應對這個印太地區日益複雜的安全挑戰 那特別是中國大陸進來的軍事擴張 那下面是一個AQS的一個標誌 是官方的標誌 有三個國家的國旗 好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澳印美三方安全夥伴 AQS呢 與印太區域戰略關聯性的探討 那AQS的結盟呢 對中國大陸帶來很深刻的影響 還有威脅 那他的反應也特別激烈 那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呢 更分別致電馬來西亞、問來 兩國的外交部長 那三國都認為 這個AQS的成立呢 可能為印太平洋地區帶來五項特別的危害 那第一個危害是製造和擴散的風險 第二個危害是誘發軍備競賽 第三個危害損害地區繁榮穩定 第四個危害破壞東南亞無河區的建設 那最後一個危害是冷戰思維的回潮 那下一個點是有關AQS呢 在國際關係相關理論跟印太戰略的一個關聯性 那我提出了兩個國際關係理論的想法 那第一個理論是安全困境 那安全困境呢 我認為是說明美中兩國目前最佳的一個註解 那這個安全困境源自於現實主義 那它的意涵是 如果一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安全 那加強軍事力量 那其他的國家也會跟著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 來對抗敵人的軍事 那也會繼續的建立軍隊 那彼此循環相互較勁 那兩國不斷加強軍事的一個實力 造成安全困境的緊張局勢 那美國政治學家呢 約翰、赫茲 那將安全困境一詞 他提出在他的國際關係的研究當中 那赫茲認為說 在沒有政府或有共同規範的情況下 總是會存在安全困境的問題 那每個個體呢 都被迫追求力量 或利用他最大的權力 來確保自身的安全 那因為他們時時刻刻都擔心被對手所侵犯 支配 那甚至被對手所淘汰 那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焦慮 那也讓彼此感到不安全 所以他們都做出了類似的反應 進一步加劇了不必要的安全的疑慮 那到最後呢 人類陷入了對安全的永無止境的追求 那造成了安全困境 導致對抗還有衝突 那第二個國際關係理論是現實主義 那現實主義呢 著重於國際關係中的無政府的一個狀態 那在這個狀態中 國家必須自助 所以它又稱作自助的一個國際體系 所以一個國家的安全 那源自於自身的實力 還有資源的一個能量 那如果 所以國家一定會爭取 擁有更多的權力 那越有權力呢 那就會更安全 那最多的權力呢 最大化的一個保護 國家彼此間會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 那不斷的擴建相關新型的武器 或者是軍事裝備 那達成一國擁有權力的一個象徵 那現實主義也是說明這個 奧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阿古斯 成立的一個國際關係的理論 那第三點二點呢 是美國印太戰略聯盟的一個內涵 那有關美國建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聯盟呢 最重要的部分有四項 那第一項是 重新界定印太平洋區域的一個戰略的內涵 那第二項 美國軍隊的自我改善還有整頓 那第三項是 強化於亞洲區域盟友的軍事合作 第四項 美國在亞洲、東海、台海、南海等 三個水域的一個實際軍事力量 那以上呢 都是為了因應中國大陸 作為目前印太地區的新興大國 那所以美國需要將它的外交經濟還有軍事力量 重新部署到印太地區 那是針對中國大陸日漸崛起的軍事力量的一個抗衡 那另外呢 在2022年2月11日呢 由美國、日本、印度還有澳洲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 那跨的 那他們發布的印太合作聯合聲明呢 那顯示這四個國家 那美國、日本、印度、澳洲呢 在反恐還有健康、網路安全 那全球的衛生、海事安全、打擊假訊息、氣候變遷、海事安全的相關議題上呢 有共和合作的一個新方向 那希望強化多邊合作的力量 那提倡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那有關這個阿庫斯的成立呢 可以視為是美國在印太平洋地區同盟合作發展的重要的過程 那不論是在印太地區還是在全球的範圍內呢 美國都在戰略合作方面呢 跟中國相較一下仍具有極大的優勢 那下面一個表格呢 說明美國印太戰略目標還有它的軍事的內容 那 左邊的橫列是有四點 一個是戰略的目標 那上面都是美國印太的戰略 那戰略目標是一個自由還有開放的印太地區 那維繫美國全球霸權的地位 那軍事定位是 是工具是手段是過程那也是目的也是一個狀態 那它軍事的目標是維繫美國全球軍事霸權的地位 那戰勝中國大陸軍力的一個挑戰 那運用的方式是發展海軍是內部在制衡 那發展新式的武器還有戰略的戰法是內部的制衡 那加強同盟跟夥伴關係是外部的制衡 那三點三是阿庫斯呢 大力提升美國印太戰略聯盟的影響力 還有它的一個量能 那印度太平洋地區呢 這個區域是連接印度洋還有太平洋的一個地區 自然資源十分豐富 那是世界上四大洲之間的一個戰略的要地 那這片領土上的權力爭奪呢 是世界上大國共同百家爭鳴的一個重點 那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呢 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奧克斯擁有兩項重要的支柱 那第一個支柱是潛水艇 第二個支柱是先進的能力 那先進的能力當中包括網路戰、雷達能力、量子技術、人工智慧、高音速飛彈 那透過這兩個支柱還有透明的合作呢 還有技術的創新、互助性 那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奧克斯呢 將加強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綜合威設立 那也更加提升美國在這個地區 跟其他地區的競爭的優勢 那隨著這個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奧克斯的成立呢 美國人持續與原有合作夥伴 情報分享的五眼聯盟 那由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 還有東南亞國協 以及四方安全對話 那還有其他地區的夥伴共同合作 那繼續為建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而努力 那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奧克斯呢 那不僅是加強印太區域安全的一個機會 那也加強美國與其他地區的成立 和世界夥伴的關係 那有助於從政經濟的機會 那展現美國對下一代的承諾 以及對未來的承諾 那我們作者認為說 那我們作者認為說 國國強化跟四方安全對話的外交、政治、軍事、國防的同盟的關係 那如果可行呢 未來台灣也可以積極增入加入四方安全對話的行列 那第四個部分是 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奧克斯 對印太地區情勢影響的一個評估 那我叫列舉了9點 作為一個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 成立之後對印太地區情勢的一個影響 那第一點是 引發美中核潛艦戰力的一個軍備競賽 那安全兩難呢 就是安全困境 那可以用休息底的陷阱來說明 那休息底的陷阱呢 是由 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 羅雷·阿利森 在他的著作 《定一戰》 美國和中國大陸能否逃脫休息底的陷阱 那一出中被提出 那他當中引述了 羅伯奔尼薩戰爭史的一句話 那這句話是說 這是雅典的崛起 以及在斯巴達激發的恐懼 是戰爭在所難免 那用這段話呢 描述當時快速崛起的雅典大國 那挑戰當時握有強權的 斯巴達國家主權地位時候呢 戰爭最後無可避免的爆發 那這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認為 美國中國大陸 兩國目前正處於通往戰爭衝突的過程當中 那在現在 修習底的陷阱一直呢 表示崛起的強權 註定會使全球陷入戰爭之中 那目前呢 僅有美國、俄羅斯、中國大陸、英國、法國、印度的六個國家 擁有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那核子動力攻擊潛艦是 威力極大 那不被發掘的一個潛艦 那它還可以在沒有任何補解的情況下 也有更持久的效能 那在遼闊的太平洋地區呢 是一個重要的優勢 那現在奧英美三方 R9夥伴AQUS的成立呢 澳洲將成為世界上第七個 擁有核子動力攻擊潛艦的國家 那核子動力來源 能讓呢 潛艦的續航力更加持久 不用頻繁離靠港 停靠港邊 或者是上升至水面處 進行裁電的補給 那能深潛在水面的底處 大幅減少被攻擊的風險 那也比較不容易被敵軍所發現 那我們作者認為說 核子動力潛艦的關鍵技術呢 對中國大陸帶來一定程度的威脅 那中國大陸也會更進一步提升 國內相關軍事的一個建設 還有部署方式 那抗衡崛起的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那第二個評估呢 是對阿庫斯成立呢 對中國產生相當程度的軍事嚇阻力 那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呢 阿庫斯成立呢 強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政治權力 那使得英國實現它 那五眼佛就是五眼佛界大英帝國的世界地圖 那目前中國更表示 澳伊美三方安全夥伴阿庫斯的成立呢 已經嚴重地走上危險的道路 那無視國際社會的關心 那認為有新型軍備競賽 還有核武擴散的冒險 那一系列對澳伊美三方安全夥伴的阿庫斯的指責 那近期中國大陸也宣布呢 開始感到被美國還有其他 其太平洋盟友所包圍困阻的不安全感 那太平洋海域呢 儼然成為美中戰爭核武 拓阻著一個新興的舞台 那我們作者認為呢 為了回應澳伊美三方安全夥伴的成立呢 中國大陸與未來勢必將投入 更大量的國防建設資金 那加強研發提升新型 那更具威脅還有戰力更猛烈的軍事設備 那同時也會將國家安全 列為未來重點關注的目標 那第三個阿庫斯成立的評估是 通緝國際法上的相關縣核條約 那一個核武進貨條約呢 那一般稱為核武擴散條約 或者是它的縮寫NPT 那中國大陸認為呢 美國英國稱為核武進貨條約 規定的一個核武進貨國家 那絲毫沒有顧忌的 像澳洲這個監守無核武的國家 提供用於製造核武的高濃縮又原料 是對國際社會多邊核武進貨條約規則的破壞 那有嚴重造成和擴散風險的隱憂 那中國大陸的外交部亞洲司的司長呢 還有劉進松他發表的聲明 那有些國家堅持建立帶有種族還有地緣政治色彩的小圈子 那無視世界潮流和普遍國際社會的共識 建立有針對性、排他性的意識形態 還有軍事聯盟 那搞雙重標準 那在核不擴散的議題上為所欲為 那在澳洲廣播公司的一個報導說 核子動力攻擊潛艦產生的核廢量有兩種類型 那第一個類型是營運的廢物 它在船舶的整個運行的生命週期中不斷的產生 那第二個類型是當核子動力攻擊潛艦達到使用壽命 那需要退役的時候呢 除了核子燃料的營運廢物之外呢 所有在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具有放射性反應的優勢都要被妥善的處理 那根據核武進化條約的規定呢 澳洲不得製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 那條約內也明確的確定澳洲還有其他國家 不得製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擁有或控制任何核武裝置的武器 那第四個AQUES成立的評估是 可能會引發核武的擴散 那中國大陸的官方也多次的強調 那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UES 核潛艦的合作呢 那 構成了嚴重核子擴散的風險 那衝擊核武 衝擊國際核武擴散的體系 那加劇國際間的軍備競賽 那破壞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那中國大陸嚴厲指證呢 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UES 和潛艦合作呢 應該旅行 好 那我按繼續 那你繼續報告 好 好 那 那中國大陸呢 官方多次的強調呢 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UES的 潛艦 和潛艦合作呢 構成了嚴重核子擴散的風險 那衝擊國際核武擴散的體系 那 加劇了國際間的軍備競賽 破壞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那中國大陸嚴厲指證 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QUES 和潛艦合作呢 應該確實旅行和不擴散的義務 那 在各方面達成共識之前呢 不應該展開核潛艦的發展合作 那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大陸的外交部部長王毅呢 表示 澳 美英澳呢 計劃簽署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那並進行和潛艦的一個合作呢 國際社會特別是亞太地區均高度的戒備 那不少國家提出關切還有疑問 那 那 中國大陸認為呢 這項措施為這個印太區域的和平和穩定了 以及國際秩序帶來三個隱憂 第一個隱憂是冷戰回溯的隱憂 二是軍備戰賽的隱憂 三是核子擴散的隱憂 那澳洲總理 曼拜 艾班尼斯呢 重申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主要是 威測中國大陸的擴張 那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 那而且澳洲的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不會配備核子武器 那 因此 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呢 並不會違反禁止核子擴散條約 那也不會破壞澳洲與其他12個國家在1985年所簽署的南太平洋無核地區的條約 好 那 那第五個 AQUUS 曾經以後 影響 一次對海洋洒 造成旨在性的 巨大危害 那 依據一個政府間氣候變化的專門委員會呢 它的報告 那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呢 地球的溫度呢 將比供應化前 平均高出攝氏1.5度以上 那 中國大陸與美國間的戰爭呢 意味著世界歷史性的災難 那 可能升級為全世界性的核武戰爭 那 戰爭呢 將造成大量的溫室氣體的排放 那 有許多科學家認為呢 全世界許多受影響的國家 都在位於印度太平洋地區 那 全球海平面上升 可能帶來各式的安全的風險 那 當中包括 人員被迫流離私所還有遷移 那 呃 光線呢 沒辦法穿透到海洋表面以下的深處 那 許多海洋物種呢 大多進化到依賴聲音 那 就像人類依賴視覺一樣了 呃 依據聲音 躲避 捕食者 那 尋找獵物 尋找配偶 在海洋中航行 還有互相交流 呃 但是呢 在過去一個世紀內 海洋的物種 海洋物種的海洋世界呢 已經被人類的噪音活動所改變 那 並被不斷增長的升學煙霧所籠罩 那噪音已經成為海洋污染的一種普遍的形式 那 例如呢 石油探勘 地震勘測 船舶交通 水下炸藥 高功率聲納 海岸線開發 還有其他的 商業 軍事還有工業 產生的噪音源 那這些噪音源呢 產生的能量可以殺死 還有傷害海洋哺乳動物 魚類還有其他海洋生物 那噪音污染會導致海洋哺乳動物放棄原來的棲息地 或改變它的行為 那也可能掩蓋自然的聲音 例如是配舞還有掠奪者的聲音 那這些聲音對海洋物種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高強度的聲音呢 它的有害影響還包括 那暫時或永久的喪失聽力 那這會損害動物的溝通能力 躲避捕食者 還有發現 捕獲獵獵的能力 那迴避的行為 那可能導致放棄 棲息地或獵物的能力 那還有擾亂交配 禁食、哺乳 或者是遷移的重要行為 那攻擊性的行為呢 可能導致傷害 那掩蓋有生物學意義的聲音 那例如獵食者或潛在配偶的叫聲 那魚和蝦的獵物物種的可用性 還有生存能力的下降 那作者認為呢 核子動力功與潛艦呢 大家在水下潛望的時候 將造成海洋生物被大型潛艦干擾的可能 那也不排除核子動力功與潛艦 長型高處的撞擊 那導致海洋生物死亡的風險 那第六個評估呢 是美國人繼續維持全球霸主的地位 那根據美國海洋協會的會議的紀錄呢 當中提到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 AQUS的重要性還有實用性呢 比核子動力功與潛艦 本身所暗示的要大得多 那最主要的目標呢 在於加深共同威脅上的認知 還有共同的價值觀 那長期的資源的承諾 以及政治意願表現基礎上的 現有某有的關係 那以及尤其是產生的互通性 還有增強韌性力 那希望能具有更大的威懾能力 那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 AQUS在印度太平洋地區 展示了可信的能力 還有明確的政治意圖 隨著AQUS政治的成立呢 而真正的顯現出來 那除了核子動力功與潛艦外呢 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 還尋求透過整合相關資源 那例如國防相關科學工業 還有供應鏈 來贏得與中國的技術競爭 那終極的目標 是在接下來的數十年的時間呢 搶佔人工智慧 量子運算 還有網路技術的優勢 跨國合作的一個計畫 好 那第七個AQUS的成立的評估呢 是觸發歐盟提出印太戰略報告 好 那歐盟執行委員會呢 與歐盟對外事務部 在2021年9月發布了 歐盟印太合作戰略的共同報告 那擔心中國大陸在 印度太平洋地區呢 不斷增加的軍事部署 可能使南海、東海 還有台灣海峽 成為這個地區的熱門區域 那影響了歐洲的安全跟繁榮 那他派歐盟印太合作 包括戰略的共同報告中呢 也特別強調 將與印太地區夥伴 強化半導體的相關 高科技產業價值鏈的合作 那尋求強化與尚未簽訂貿易 還有投資協定夥伴間的 雙邊經濟貿易還有投資關係 那將與有資料保護基礎的 合作夥伴啟動之要保護的雙邊對話 那歐盟所在印太合作戰略中 明確納入台灣 那強調台海的安全、穩定和繁榮 對歐盟在印太地區利益的重要性 那歐盟就安全、貿易、數位、人權、環境、海洋治理 還有歐盟還有全球利益的其他議題 提出相關具體的措施 那在報告中也說明 歐盟將與中國大陸就環境、氣候等 共同挑戰而齊心的合作 那在同時 歐盟也要繼續保護自身的利益 宣揚歐盟認可的價值觀 並在人權等方面與中國大陸 存在徹底分歧的領域進行反擊 那台灣目前呢 也正積極地與歐洲國家分享 假訊行、順之戰、網路攻擊、混合戰的一個經驗 那彼此學習呢 共同應對新興安全的威脅 那與世界民主國家相互連續與合作 那同時也增強了共同的戰略利益 那台灣有義務、有責任 保護國際社會的民主 那第八個 AQUS成立之後的評估是 對維護台海安全而具有重大的指標意義 那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 AQUS的成立呢 不擔強化安全夥伴合作的關係 那也進一步加強了三方合作的聯合能力 還有互通性 那特別是網路通訊 還有人工智慧、量子技術 還有其他海底建設的能力 那奧伊美三方安全夥伴 AQUS的基本的理念呢 符合世界上共同的國際衣物 以及對全球和平與穩定的 有堅定的承諾 那在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方面呢 鼓勵在不威脅或使用武力脅迫的情況下 和平解決兩岸的問題 那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 那在不具備國家地位資格下呢 成為會員 那有在國家地位下呢 作為觀察員 那印太地區呢 緊張的局勢風險 日益的增加 澳洲官方政府也進行一系列的 冰期推演的操練演習 那測試和提高各國政府 應對印太地區關鍵問題的能力 那深化之分享 那加強地區發生危機時的意識感 還有相互協調的機制 那我再看到注釋43 特別說明冰期推演的意思 那冰期推演是檢查準備 有無周全還有評估反應 可能意外能力的有效方法 那也是讓參與的人員呢 熟悉腳本撰寫和推理的過程 那能更加了解災害情況 回應的程序呢 並審查缺失 那經常的訓練 熟悉標準作業程序 還有提升緊急應變能力呢 是保護民眾有效的方法之一 好 好 那我們看到4.9 第9個AUKUS成立後的影響 是更加強化美國跟台灣與美國、英國、澳洲的軍事同盟的關係 那台灣位於東亞的第一島鏈的重要的節點的位置呢 一直在區域穩定和和平中扮演重要的作用 那無論是韓國、法國、英國、日本、澳洲、美國呢 都是與台灣有著相似理想的民主夥伴 那台灣要持續深化與相似理想的國家的合作 那共同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共同價值 那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資訊 那維護 維護台海還有印太地區的和諧、安定與蓬勃 那雖然台灣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中國大陸軍事的威脅 那中國大陸經濟的不斷騷擾台灣 台灣現在已經派遣軍機升空 那利用地面防空雷達監視局勢 那防止中國大陸的靠近 那儘管新的一年來呢 中國大陸的威脅並不會減弱 那台灣的自我防衛的決心也沒有改變 那下面可以看到圖二 有關第一島鏈、第二島鏈還有第三島鏈的一個相對位置的示意圖 那也可以看到 我們要注視45 特別說明島鏈的意思 那在1951年呢 1月的時候 由當時的美國國務院的顧問 杜勒斯 他提出島鏈的一個概念 那描繪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防線呢 依序為是日本、比如說群島、台灣、菲律賓跟澳大利亞 那在杜勒斯提出島鏈的概念之後呢 學術界呢 衍生提出三個島鏈的意義 那第一個島鏈是 為美國島鏈概念的初衷 那他就是 北起阿劉森群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聯台灣、南至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的一個島鏈 那第二島鏈呢 是北起日本、本州島、東南岸、南至印度尼西亞的馬魯谷群島 那第三島鏈是 以夏威夷群島為中心 由阿拉斯加半島和大洋洲一些群島構成的島陣 那以上就是 第一島鏈、第二島鏈跟第三島鏈的位置 那最後第五個部分呢 有關結論跟建議 那首先提出第一個是結論 那我們作者認為呢 台灣柴電的潛艦的數量、品質一再擴增 那相關潛艦、國道的計畫呢 也要持續的擴增跟維持 那考量到目前台灣、台電潛艦戰力的研究 嚴重不足呢 這個部分要透過加強於美國的印太戰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AUKUS 進行互動、聯繫 那進而與美國、印太戰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AUKUS 整合在一起 那強化提升我國潛艦的戰力 防衛我國、國家安全 那台灣必須持續的精進自身 國造潛艦技術的技術 那不讓專業的造艦人員出現世代技術轉移上的斷層 那同時也要考慮到世代技術傳承的規劃 那有鑑於核潛艦它在暫時如果被敵軍所擊毀 那核潛艦外洩的核燃料還有相關物質呢 恐怕會污染破壞殺傷海洋環境與生物 那在考量我們國人對於核能核電的態度 目前也未有共識 那台灣是否要發展核潛艦呢 應該要多方的加以評估 那第二個是5.2建議的部分 那潛艦它在水下的能見度驟減 如何不要務及有軍夥伴 那建立潛艦各自的責任區是重要的關鍵點 那傳統裁電潛艦的站立呢 也不如核子動力潛艦來的持久 那在電力耗盡之前呢 必須上升至淨水處面呢 抽取空氣充電 那如此曝露於淨水面處呢 很容易被敵方所發現 那作者也建議呢 要分批建造傳統的台電的潛艦 那增加台灣的海上嚇阻能力 加上呢 現階段台灣社會大眾對於核能 尚未取得普遍的共識 那後續環境廢棄物的存放 還有相關問題呢 也要多方的加以評估 那作者認為核子動力潛艦的研製 需要在多方的橫評考慮 那目前有兩派不同論點的建議呢 一方的論點是先研發高性能的飛彈 那再去發展潛艦 那另一方的論點則是建議呢 精進傳統裁電潛艦的技術研發 那有效擴增台灣的海上作戰能力 那這兩派的共同的目標呢 都是希望台灣在海上作戰的能力呢 越來越強 那作者認為呢 我們飛彈跟台電潛艦的研發呢 已同時並進 那綜合考量傳統飛彈與台電的優缺點 逐步擴增台灣的武力設備 那台灣也將繼續堅持正確的價值觀 那與相似理念國家的一同合作 那維護國際秩序 那以及宣揚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理念 台灣將繼續精進改善 本身已經擁有的民主自由人權 還有法治的核心價值 那在六大的核心戰略產業 那資訊還有數位產業 那資安卓越的產業 台灣精準健康的產業 那國防還有戰略產業 綠能及再生能源產業 民生及戰備產業的方面呢 持續改善跟精進 那台灣很欣然的看到 美國、英國、澳洲的 理念相近的國家 高度重視台海和平的穩定 那台海問題雖然已經國際化 那並不代表世界上的國家 必然一定會協防或防衛我們 那最重要的是呢 絕不能將國家安全 寄望在他國的承諾之中 那作者認為呢 持續加強國防武力跟防衛的計劃 那強化於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呢 才能共同守護自由開放 還有蓬勃的印太地區 那下面可以看到圖三 台灣呢 我們未來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推動方案的一個示意圖 那六大核心的戰略產業呢 成為全球經濟關鍵力量 那有民生還有戰備 那確保關鍵物質的供應 那資訊還有世界信賴的一個資安系統 那台灣精準的戰略健康戰略呢 全球精準健康還有科技防疫的標杆 那國防還有戰略是 國防自主還有行銷太空國家品牌 那最後一個戰略是 綠電還有戰生能源 那打造亞太的一個綠人中心 好 好 以前行官你報告完了嗎 那非常感謝 剛才非常感謝以前行官 為我們介紹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要建造協助的地方 對印太地區情勢影響的這個研究 那 我再做一個小小的整理 就是 剛才以前行官裡面有提到的 就是 第一個部分是 前沿 第二部分是它的 Aukus的實際內航 最主要是 澳洲、英國、美國 三方安全夥伴 要建造協助 就是澳洲建造核子動力潛艦 但是它這個核子潛艦是 傳統攻擊型的潛艦 而不是那個 導彈的戰略型的潛艦這樣 這個是 第二個部分 內航裡面的第一個部分 第二部分是 Aukus的軍事合作這樣 第三個是可以強化印太地區的安全 然後第三個是 這個本文的第三個部分 是Aukus跟印太戰略關聯性的探討 因為美國 國務院有提出印太戰略 那 Aukus在印太戰略裡面的角色 功能 威和 那首先我們就介紹一下 這個 國際關係 哪些關係可以運用到美國印太戰略 基本上 美國還是 用這個 國際關係裡面的現實主義 跟新現實主義 作為他印太支撐印太戰略的這個 戰略的那個 主架構跟理論基礎 第二部分是 美國印太戰略聯盟的一個 計畫 他這個計畫裡面有四旁安全對話 然後還有五眼聯盟 這些都是 然後 還有其他的 夥伴關係 強化夥伴關係 來圍堵大陸的崛起這樣 就是印太戰略 印太戰略事實上就是 簡單而言 就是美國要在各個領域 不只是軍事 國防 還有經濟 社會 外交 跟其他盟友起來 然後圍堵中國大陸的擴張 3.3就是說 Aukus大力提升了 美國印太戰略聯盟的那個 影響力跟量能 我們可以 在以前尋關的報告裡面 有發現中國大陸 非常緊張 第四個本文 就是Aukus對印太地區情勢影響的評估 這也是回應到本文最重要的部分 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Aukus對印太地區情勢影響的評估研究 我們的評估研究 第一個就是引發 美中核潛艦戰力的軍備競賽 第二個 中共不可能說 因為澳英美有Aukus成立 中共就舉白旗投降 不可能 中共是 狼性外交 所以他一定是加強他的 核潛艦戰略的建設 第二個 對中共解放軍產生相當程度的嚇阻力 第三個 衝擊國際法的有關的 核線的這個 條約 這個 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一定是核燃料 使用核燃料 但是他不用使用核武器 所以他這個是有走於這個 他不是核武器 但是 所以這個還要理解一下 那個NPT 核武進闊條約 核武進闊條約 他在核潛艦裡面 他沒有核武 沒有核武 所以他是有走在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我還要再研究一下 因為那個核武進闊條約裡面 他的內容 所謂的核武的定義是什麼 這樣 第四個部分 可能會引發核武 擴散這樣 核武 擴散 嗯 中文外交部指出 這個 他說 這個 阿古斯對來 對中 對於印太 造成一個三大的隱憂 第一個是 歷史倒回去的冷戰時期 第二個是軍備競賽 第三個是核武擴散 阿古斯就最主要是威懾中國大陸的 所以 但是我們 這個也是 很為難 民主國家 假設民主國家 沒有一定很強的那個 軍事的核設力 威嚇力 對中共產生 解放軍隊產生 威嚇力 中共是根本就是不甩這個核武那個 核擴散的嘛 那 核彈不斷的擴建 然後就是那個 他的戰略型的那個核潛艦不斷的擴建 最新的96型的 也不曉得他有沒有下 下水這樣 那 假設 反過來 民主國家都不強化戰力的話 中共不斷的強化他的核武戰力 就現在衍生的烏二戰爭一樣 這個 俄羅斯就隨時 普丁隨時威嚇 威脅烏克蘭 你不投降我就使用核彈 那 等到中共的武力和核戰力 強化到一定的 非常強的地步 可以威嚇到整個 控制整個全球的時候 那 都必須要威嚇每個國家 都要向中共稱臣的話 那 如果民主國家沒有 一定的反射力的話 整個就變成中國 中共 這個 稱霸了 整個全球變成中共稱霸了 變成共產主義稱霸了 中華民族統治世界 也是非常好的 問題是中華民族現在是 信仰這個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唯物論的 這個就 不是很OK的 這個唯物論就是 這個是 反人性的那個主義 反人性的 所以這個 民主國家 我覺得民主國家還是要 就是不能讓中共的 解放軍的武力 可以一味的膨脹這樣 然後可以整個 控制到美國 所有的民主國家都被他控制的 假設我們 極端化的舉例的 中共的核武不斷的建設 民主國家就是 乖乖的遵守這個 核武擴散條約 然後不強化軍備的話 等到中共的軍力強大到 像 像 你這個 烏二戰爭一樣 普丁就是不斷的 要把烏克蘭吃下來 到時候 中共的軍力就強大到 像 二戰時期的日本一樣 橫掃亞洲 到時候 中共稱霸 中共稱霸是無所謂的 但是 中國稱霸我們是很樂見的 但是他現在是 中國如果實行民主主義 民主憲政稱霸全球 我們是非常樂意的 問題是 中國現在是 是用共產主義來統治全球 那就是很 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第五個是 阿虎斯對海洋生態造成潛在性的巨大危害 這個部分建議以前巡觀 可能稍微再改一下 因為你是不是都用噪音來解釋海洋生態 是不是 那個以前巡觀 好 問題是 我怕說 我們去發表的時候 那個委員會想說 核潛艦不是都是 他現在核潛艦的外表 不是都是消音的 幾萬片的消音片這樣在裝 所以他效應的效果很低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 把它稍微改寫一下 就是說 我當初寫這個 對海洋生態造成潛在性的巨大危害 是說 這個 這個 核戰以後 就是 就是 假設性的 中美開戰了以後 他那個核潛艦 或者說 美國 俄羅斯跟中共聯盟 然後跟民主國家對打的時候 這個核子 動力潛艦 不管是 共產主義國家 共產聯盟的或民主國家的潛艦被打 被攻擊以後 他那個 核反應路是不是會被破壞 他裡面那個核外洩 我最主要的意思是這個 而不是聲音 所以這個如果以前循環方便的話 這個再給他改一下這樣 嘿 社會把他濃縮一下 聲音也是很重要的 聲音也是很重要 但是 不用寫這麼多 聲音跟他 因為他業術有限嘛 聲音這部分把他濃縮 因為核潛艦最主要是 他現在技術非常非常進步 有些新型的 中共新型的核潛艦 美國也是一樣 俄羅斯也是一樣 他們那個效應波 核潛艦的外表都貼了幾萬片的效應波 所以他飛有一個 我看維基以前循環在報告的時候 核潛艦在航行的時候 他相當於一個 一個 一個 那個 海豚 幼年的海豚 他遊行的 所造出的那個噪音 你還記得有沒有這句話 就是核潛艦在 潛艦在潛航的時候 他發出來的噪音相當於一個 那個 那個海豚的 幼豚 一樣 聲音很小 我怕這個就沒有 很強的說服力 所以我們那個4.5 對海豚的生態造成巨大的危害 就是說 萬利真的發生 戰爭的時候 那個 不管是攻擊型的核潛艦 或是戰略型的核潛艦 他都用核反應弩 他核反應弩 他就會外洩到海洋 然後就會 污染整個海洋 這樣 謝謝 再拜託你喔 這聲音濃縮 因為 因為 我也想說聲音 核潛艦不是沒聲音嗎 哈哈 他會覺得 這個好像是 應該是不會有危害 所以我們是說 萬利核戰的時候 或是說 也可以找一些資料 像那個 俄羅斯 俄羅斯他那個 核潛艇 廢棄的核潛艇 他根本就是把他丟到那個 丟到那個 丟到俄羅斯裡面 很北極裡面 很撇屁的一個海 那個海不要忘了 網路上早就有 他就是把他整個 把他丟下去這樣 都不管核反應弩啦 所以這個是對海洋生物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 的那個 污染這樣 而不是噪音對它的污染這樣 好 4.6 阿古斯會讓美國 維持全球霸主的地位 第七個是 歐盟提出的印太計畫 我剛才聽到以前尋關的這個 歐盟的印太戰略計畫 在第六頁右上角裡面 他有提到 歐盟的印太計畫跟美國的印太計畫 是差很大的 美國的印太戰略計畫 是不太可能會跟中國對話的 歐盟的印太戰略 他說 在第六頁右上角 從上面數下 12345 歐盟的印太戰略報告裡面有提到 歐盟將與中國 舊環境氣候 共同挑戰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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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中國合作的 尤其是在這個環境、氣候 美國的印太戰略計畫是 美國是聯合全球的民主國家來圍堵 利用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第三島鏈來圍堵中共的擴大 美國還是想當美帝就對了 歐盟是說他跟中國大陸的成雄道律是不一樣的 美國的印太戰略計畫是美國要當大哥 中國要當小弟 歐盟的印太戰略計畫是 歐盟是跟中國成雄道律一樣 所以會跟中國合作 這是他們兩個非常大的區別性 4.8就是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阿古斯 對維護台海安全具有重大指標的意義 我們看到中共這麼緊張 剛才以前巡官提到中國不斷的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事實上中國可以感受到阿古斯對他能有威脅 4.9就是我們應該強化台灣應該強化澳英美 美國、英國、澳洲的軍事同盟的這個關係 因為台灣還是軍事力量還是不是那麼強大 對中國的軍機、軍艦、核武的威脅 恐怕要拉一些大哥 跟我們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 就像那個 那個 這個街頭那個青少年打架一樣 這個如果是小弟的話 面對那種大哥哥 大哥這樣 身強力壯的大哥 他很瘦弱的小弟 當然是只有 結合更多人這樣 才能夠防衛自己的安全 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 所以我們這4.9就是說 台灣應該繼續與美國、英國、澳洲 建立一個軍事同盟的關係這樣 結論建議方面 我覺得以前巡官這個寫得非常好 就是說 這個現在有兩派的觀點 一個是發展高性能的飛彈 再去發展潛艦 那我覺得 我們的文章裡面就提出了這個 我們就精進傳統的彩電的那個潛艦的技術研發 然後 然後 有效的那個擴展這個 這個 這個潛艦是海下的那個作戰能力嘛 另外一個就是 飛彈的研發事實上是可以同時併進的這樣 併進的 好 今天是 我們非常感謝以前巡官呢 跟我們報告這個 AUKUS對印太地區情勢影響的研究 那以前巡官你有沒有要再補充了 針對你這個本文裡面 你有沒有再補充說明的這樣 或是說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小節 就是這個論文的重點在哪裡這樣 謝謝你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那其實做完了這個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對印太地區的影響的研究呢 我認為 這個 這個新成立的夥伴關係呢 確實對中國大陸帶來很大程度的克阻力 那中國大陸也有這個意識存在 所以中國大陸也不斷的增加自身的軍事力量 那台灣呢 身處在中國大陸的一個最前方的位置呢 自必也是要更加強自身的一個軍事的能力 那也是多於理念相信的國家共同的合作這樣子 就是老師剛剛提到的 就是找一些同夥的人一起來幫忙這樣 那不讓中國大陸這樣子 肆無忌憚的破綻 好 以上 好 謝謝以現行官的報告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裡為止了 好 感謝各位嘉賓你的聆聽 謝謝 謝謝 謝謝